第28题,粉笔最早的记录是在中世纪时,人们开始发现用石灰加水,可以做成块状的物体,现在国内使用的粉笔主要成分为灰石和石膏,或含少量的石灰,关于灰石、石膏和石灰的化学是下列哪一组完全正确,这个是我们在上课时请同学背的熟名,所谓的灰石或者石灰石是碳酸钙,所谓的石膏是硫酸钙, 所谓的石灰或生石灰是氧化钙,因此我们就晓得第28题问我们下列哪一组完全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灰石、碳酸钙、CACO3、石膏、硫酸钙、CASO4、石灰氧化钙、CAO